MING PAO TORONTO 來吧 上一集跟高爾夫球練習場的聰明 Tony談了很多 這次簡直邀請兩位導師 就是Branji和Christine 跟我們一起聊聊天的,你好… 可以跟我們分享 你在這裡教過多久 或是你何時開始接觸高爾夫球 我當時大約四、五歲 四、五歲已經開始接觸高爾夫球 當時是媽媽和爸爸帶我去玩玩 在這裡教過大約一年半至兩年 Christine呢 我在這裡教了大約一年半年 對… 但也打了很久 對…打了很久 但我想問大家 你們的課程大概是怎樣去分 是跟年齡去分 跟長地去分,還是怎樣分 主要是看他的年齡 以及他的能力,即是級數 我知道三位其實都是導師 會否說你每位最擅長的點 在哪裡 我擅長教人法力 我擅長如何運用好你的肌肉 然後在自己的訊息上 我應該擅長在跟他們 如何用不同的方法溝通 你們教學的過程中 有否說是最難忘 教過甚麼學生 或是你們最難忘 發生過甚麼事 我最難忘的經歷就是 既然有人走過 我問Tony,你可否教我 我就說我不教球 對不起,我不教 我只要自己打 或是你等等我 然後我才考了牌 然後我才開始教 如果正式教的話,我就要這樣 很多人在網上自學 或是經過朋友簡單地教 上課後,他們就覺得 原來這種姿勢要用這種形式 用這種原理去做 打球後,完全是另一個結果 他就很開心 看到這種結果就很有優勢 有一個學生令我難忘的 就是因為他平時是舉重 他是極舉重選手 因為舉重選手很需要法力 雖然你肌肉需要法力 但要在適當時發力 因為他當時是初學者 他不太知道歌牌是怎樣運用 他本身自己已經有的力 然後他有一次就打 這個…我們稱為駕駛駛 就是最大頭那一枝,最大頭那一枝 之後因為他不懂得怎樣發力 他令整枝桿飛了出來 然後就慢慢將他的… 我們稱為節奏、節奏 慢慢改善 現在他就不會有這些事發生 平時三位現在還會到場參加比賽嗎 有… 但你們覺得比賽和平時教班 有否說身分上的不同 令你也會有所調整 我反而覺得其實我調校後… 因為我一直都有比賽 我覺得我反而調校後 令我更加會有一個… 明白更多我本身需要改善的東西 因為第三者看起來會比較清楚 我覺得在這方面 在比賽上也會有幫助 也很想冒昧地問一下 三位平時的比賽中 最高的輸泳得到過甚麼獎項 我覺得其實除了這個… 除了一個很實際上的金牌之外 或銀牌之外 其實小時候有的 但我覺得長大後 反而是你本身的成長 究竟可以有甚麼改進 這樣才是最高的舍名 我覺得成績未必是好也好 或者真的得到成績也好 但一個過程就是 你自己要很幸福、很開心 高而呼求的最基本 最重要的一點,其實是… Tony,我發現你也有同事 全部都很正確 相信你本人也應該這麼正面 我自己是沒有做銀行後 才開始打球 我希望在自己50歲後 可以去打職業比賽 所以希望你們之後的目標可以達成 兩位都可以繼續教導 更多很好的學生 以及在比賽中拿到好的選擇 好,謝謝… 上一集學習了一個棋子 怎樣才是一個適合的姿勢 我們今集會學習的是甚麼 我們學習完這個姿勢,握手 然後就開始說如何揮桿 這個會否很危險 其實也是,因為一枝球桿有重量 所以如果我們要示範 我們就要走過去一點 分後一點 對 好,有分多少種類的揮桿方法嗎 其實沒有分多少種類 只不過是上桿的長度有多高 其實它會令它分成半拳或多一點 或是最高的全拳也可以 那就要看老師的教學和示範 對 好,我們首先從最基本開始 其實我們站好後,壓乾了 我們看到這裡其實有一個三角形 這兩隻手形成了一個三角位 三角點 最基本的時候 我們不可以將三角形消滅 好嗎 例如如何消滅 我們向後的時候 這個還是保持三角形 是 但當我們變成這樣 這個三角形就消失了 雙手一定要伸直嗎 對,要直,但不要繃緊 對,要直的,但不要繃緊 要直,但不能繃緊? 對 這個技巧這麼困難嗎 這個就是直向後 是 尤其是要留意 就是我們向直的時候 我們要一直平衡地向直 即是乾頭要向著一條線直 很多人一直的時候 便會進來這裡 對 這樣就不對了 我們馬上說 這三角形保持著之餘 我們要向直向這邊 是 對,好,一樣落竿 當鍋子是這個位置 當我們落竿的時候 也是三角形保持著向這邊落 好的 對 也是三角形保持著,沒錯… 這就是第一個步驟 這就是半步驟而已 這就是少於半步驟 少於半步驟 對,少於半步驟 如果是半步驟,又會到甚麼程度 如果我們半步驟 首先完成第一個步驟 就是上來這裡 好,接著我們就向上 有一點手腕向上 用前臂的感覺 那三角形便會瓦解嗎 對,三角形是這裡 瓦解後便會上來 對,但我們要記住 保持一樣東西 就是我們的左手 也要保持直 也是同一樣,不要繃緊 這個很難… 但平時這個步驟要學多久才過關 其實第一課一個小時都可以 當然每個人都有點不同 但平常來說,一個小時都可以 就可以令你… 基本上正確的東西 就是由這裡上去 然後下來 其實第一課已經可以解決到 這個就是一半 然後… 好,接著我們再高一點 對 我們再高一點 其實就是… 我示範一次給你看 就是這裡直了 是 向上 然後這裡是半步驟 然後繼續向上 這裡就是全球 是 這裡就是全球 當然我們一個拳拳 好像一個圓圈 一個半圓圈 其實我們把所有… 亦都像一塊鏡 如果我們這邊是這樣的時候 其實我們下來這邊 也是一樣 就像一塊鏡左右不同 所以就要用新的扭動 去帶動動作 可以嗎 對,可以這樣說 如果我們練習了全日 通常最累的會是哪個位置 因為全身也好像有用到 其實全身也有用到 但是我們打球時 有幾個是特別的… 通常人們都特別累的那幾個位置 就是如果錯誤 就可能手腕 因為通常我們要先打球 是 如果我們打地 不停地打地的時候 我們的手腕就會痛 亦是後背 即是我們的後背 後背 對 這個位置痛是因為我們長期站的時候 如果人們的骨頭 如果彎得太強勁 這個位置其實也會累 大概可以分為兩種 但錯誤的姿勢通常會是怎樣的 男士跟女生會否有甚麼不同的錯誤 好,因為男士上身比較有力 而女士亦是反過來的 通常是下盤比較有力 比較穩固 其實男士當他上身較大力 他們通常會用手吹多一點 即是有聲音嗎 對 但亦不是對的 因為只用手力時 球會影響到飛行路線 或球速或方向亦會有改變 所以我們要運用到女士的盤骨 以及男士的上身 如果將這兩種東西混合 那就最好了 要將它們混合在一起 就可以有一個比較穩定的發揮 對,沒錯 我當然會記住老師你的教誨 希望我待會的姿勢 都可以儘量記住位置正確 現在可以拜託老師指證一下 我的姿勢是否正確 可以 好,現在立即勤加練習 今天在身邊也有三位學員 其實三位的資歷都應該非常深厚 我們有KK、Piri和Sunny 你好 你好…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們接觸了高爾夫球多久 其實高爾夫球大概是十多年 當時一位新男士到處被欺負 一直想自己進步就進步 接著就找教練教練 進展得比較緩慢 後期,近期這一、兩年 在大地室內的練習場 的確是進步神速 起碼他有數據的支持 有時候我會去質如衝 拍車就方便,拍在樓下 真的會進步很多 我也很久了 泰家會還未出來 我想三十多年了 可以這麼說 我想在香港是首一批話 尤其是演藝界 一堆都是三十多年 你呢 我真的太久了 我已經二十多年了 首十多年真的沒興趣 年輕 但很多年長的時候 原來高爾夫球是非常好的活動 一群朋友或他們已經退休了 經常有甚麼朋友在一起 玩一天,很快就過了 他這個遊戲是甚麼 是一個生理科學的遊戲 即是你打高爾夫球 是一個生理科學的運動 線、點線面 但最慘的是他用一個肉體 用肉體的關節去做 去做一個技術的動作 所以難度不得了 如果我們在這種年紀成熟了 覺得能做到那個動作 那種成就感會很好 另外到場上有很多決策 中間有很多交易 所以其實為何這麼多人 喜歡高爾夫球 當初是怎樣接觸到室內 或者一開始有否不適應 不適應,一定不適應 是嗎?因為高爾夫球場 賣的就是藍天白雲、草地 但它的好處是甚麼 它沒有那麼下泥、不受天氣影響 而且其實學高爾夫球 我真的勸勸過 如果你想學習,一定是室內最好 因為它所有的數字 所有的標準,你夠算你歪掉 所有的都會馬上呈現給你看 而且全天後方便 還有,在社會上 它不浪費地方 你整個旅程 現在普通的旅程 有二百多馬以上 幾十條碑,佔很多地方 但現在香港不是 你看看,我們現在坐在這裡 你便可以練習 如果你真的追求進步 一定要來室內 如果你在外面 很多教練 每個人的演繹不同 其實大家都說同樣的東西 但這方面是對的 全部都對的 但你沒有一個數據 我們經過這麼多人生的經驗的人 你不給一個實的數據 我看誰 一出來,有個數字 原來這樣就等於這樣 進步是快了 當我打了這裡 特別在則宜沖後 進步得很厲害 我想問你們三位的未來 有否設立甚麼目標給自己 我希望在高爾夫球的範疇中 有甚麼勝就或目標要定 我覺得既然來到這裡談了之後 根據這裡的情況 我覺得我會繼續推廣 更多這個設立的 因為現在外面練習的地方 壓熟 爭取更多 或找更多老闆投資 更多設立的設立 更多人參與 更多機會讓人走上來 他能看到,他能踏兩下 他就有個興趣 他就更多高爾夫球的人口 對,例如大家差不多退休了 有甚麼要做 高爾夫球真是一個很好的運動 我們經常說 我們今天還可以打高爾夫球 起碼還有10年 我們球會有幾個八十多歲 他打得挺好的 希望之後我可以繼續在球場上 有更多不同的故事分享 我也希望看到你們 好 Tony,也想問一下你在疫情期間開業 有否說整個過程中 到目前為止,最困難是甚麼時刻 疫情也有困難 接著就是疫情結束後也有困難 如果對比誰比較困難 其實是不同時期有不同的困難 因為始終是由興趣轉為生意 一個生意就是日常會有很多不同的事情 會發生在各方面 在很多不同的位置上 會看到不同的問題 其實也是一個比較困難的一件事 而且每件事都要控制得很周全 這個地方也可以說是你的心血 你開設這個工作室 有甚麼新的收穫嗎 其實後來真的得到一份使命感 希望香港會有更多人打球 更多人享受打球 我最開心是看到有人在這裡 從零開始學球 是不懂得打球的 也不懂得打球 然後教他們怎樣打球 教他們怎樣站立 教他們怎樣揮竿 教他們一些高級呼球的規則 因為這裡始終是室內的環境 你這裡學會揮竿之後 你到場後就要知道 到底甚麼時候我打球 別人打球時我要做甚麼 例如很多禮儀,例如穿衣服 今天你有學服標準 對 有很多知識 然後交朋友 跟別人打球 可能一打就一天了 你會跟朋友很友善 你會有自己的球友 其實增加了另一個圈子 高爾夫球在香港 現在仍然可以說是新興 或是未完全普及化 是 你會覺得我們想怎樣推廣這個運動 或者推廣這個練習場 其實我並不覺得高爾夫球 是一個新興的運動 因為… 小朋友,以年輕人來說 以年輕人來說 可能是比較… 不是那麼大眾化的運動 但香港一向都是這樣的 很難預約場 高爾夫球也是這樣 如果經常要提前一個星期 才可以預約時間 讓你打球 其實令很多人接觸不到這個運動 因為障礙太大 我開心可以提供一個地方 讓人比較容易接觸 多人學了、多人玩了 我現在最開心的就是這樣 而且一開始 你自己接觸高爾夫球的時候 可能要花一整天的時間 到現在真的有練習場 也要花很多時間在這裡 你有否說最想感謝在哪個位置 其實開一盤生意 然後需要花很多時間 其實那些時間 一定會在其他地方抽出來 所以最需要感謝的可能就是 家人、身邊的人支持你 然後是我的好拍檔 因為一起合分做生意 有很多事情要互相體諒 互相忍耐 另外就是同事 對,有些同事 其實在香港做生意 其中一個困難就是請人 所以我要感謝某幾位同事 對我們不離不棄 然後就是令我們的生意 可以增長 提供一個舒適的環境 給我們的學員 讓我們上來打球的同事 會否也有些提示 可以分享給有興趣開運動練習場的朋友 有甚麼可以點一下他們 你可以避免這個錯誤 或者可能會遇到這個難關 有些生意很好玩 很有趣 當然有些生意很賺錢 我覺得每個人工作都很辛苦 其實人生是很辛苦的 工作也很辛苦 打工也很辛苦 譬如如果你真的開一些飲食業 或其他零售業 其實你每天做的事和接觸的事 可能未必能帶給你這麼多樂趣 我覺得人生最重要是跟朋友好玩 所以我開到這個地方 我最開心的是 這是我的興趣 由興趣變成一盤生意 這盤生意最好不要虧太多錢 但如果這盤生意可以維持到 帶給我、帶給我的朋友 帶給我的客人有些歡樂 我覺得這盤生意每天是值得做的 最重要是要發自內心 由自己最心底的深處 已經有喜悅 你就可以命清這盤生意 可以這樣理解嗎 可以… 這是你的興趣 你的興趣每天就是想他再做好一點 對,那你再做好一點 環境更漂亮 在這裡的人會更開心 進來消費的人、進來玩的人 就會更加開心 然後生意可能會做得更好 難怪我在這裡 完全感受到開心的氣氛 謝謝你,謝謝 謝謝 今天也謝謝Toni和你分享 希望你之後可以繼續在這裡 以波會友 謝謝… 謝謝你 享受你每天的工作 和笑容